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讲解第15章 持有待兽 这一章内容比较单 内容很少 但是有些环节还是比较别扭的 只不过它的内容比较单薄一些 考试中它是个小配角 大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在这儿关键是基础理论和基础计算 先看这一章的基本概念 相关的主要内容 本章首先系统地缠授了 持有待兽的非流动资产的界定原则 包括对应的账务处理 然后对持有待兽处置组的界定 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 做了相关的案例展示 最后对终止经营怎么界定报表如何披露 做了相关的理论和案例分析 本章关键考点不是特别多 先看头一个 持有待兽非流动资产的账以及报表披露 第二个 持有待兽处置组的账以及报表披露 就这两个是核心 终止经营这个的话呢 属于简单的了解内容 就是看它的一些报表披露的原则 来吧 先看头一个 持有待兽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这是本章的核心 先看什么叫做持有待兽 请看界定原则 企业主要通过出售 而非持续使用一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收回其账面价的应该将其定为持有待兽 我先解释一个词 什么叫处置组 处置组跟我们前面讲 私产简直的那个私产组 基本是一个意思 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块完整的业务 什么叫完整的业务 当初讲长头是聊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由若干私产负债构成的有机组合体 它能够单独完成赚钱这个任务 比方说一个分厂 比方说一个分公司 在这儿的话呢 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 若干私产负债构成的有机组合赚钱的 这么一个组合机器 组合状态 它不是单个某一个私产 是好多私产和负债的有机组合体 这个大家有一个简单了解 有点像私产组 但是比私产组应该更丰富一些 来接着说 主要通过出售它 而不是持续使用非流动私产 或处置组拿到收回去账面价的这么一个最终结果 这个时候应该定为持有代售 这句话呢 翻译的通俗一些呢 就比方说 我这儿有一套房子固定私产 我现在呢 签了协议 我要把它卖掉 这就意味着 这套房子 现在是通过卖的方式 收回去账面 而不是通过正常使用它折旧来收回账面 这就说明它属于持有代售 处置组 再来一遍 是一项交易中当作整体通过出售 或其他方式一并处置的一组资产 在这儿的话呢 也包括它对应的负债 我再次强调 这里面聊到的处置组 它更倾向于是一块完整的业务 就像是一个分公司 或者说呢 一个分厂 按照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商欲 应当按合理的方法 分摊到资产组或组合身上 如果处置组 即为该处置组的资产组 以及包含在资产组身上的 这么一个相关的对应商欲 这句话的意思简单来讲 就是当我们在认定 处置组的话 是包括资产组或资产组合 以及分摊到它身上的商欲价值 再看界定条件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划分为持有代售 要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这是本章的核心 第一个立马可以卖 根据类似交易中 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 在当前状况下可以立即卖掉 那就说呢 应当具备在当前状态下 出售该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的意图和能力 大家注意啊 这个词的关键是在这个壳这 就是能够 可能 做到立即卖掉 这是它的第一条 如果企业以非货币型资产 交换方式 换出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那么这个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那么这个企业应当考虑 相关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是否符合华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关键是这条 立即可以卖掉 举个例子 看看它有没有这个能力 企业 G 在X社区的繁华地段 有一个办公大楼 它的主要业务 在楼里面办公 后来由于发展的改变 我们打算把它搬到外 企业G和企业H签了一个办公楼的转让合同附带约定条款 看着第一个情形 企业G将在腾空办公楼后将其交付给H 腾空办公楼所需时间是正常的一个交易状态 那在这种情况下 出售建筑物前将其腾空属于常规的惯例 腾空只占用常规所需时间 因此在这的话呢 它应该具备可立即出售条件 你不能说我现在还没有腾空的 这个腾空是可以理解的属于惯例 它并不能够说 说你这个没法做到立即出售 它属于可以达到立即出售的条件 因为腾空它是一个常规惯例 是正常的一个时间 那要是像这个呢 企业G在外要先建一个新楼 竣工前我们还要用限制的楼 这种情况下竣工后才会交付 那你就不具备立即可出售 就这个 在外市兴建新的办公楼竣工前 继续使用现有的办公楼 这种条件不属于刚才说的 出售此类资产的惯例 使得办公在当前状态下 根本做不到立即可出售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符合持有代售条件 在新楼竣工前 这依然的话呢 虽然以取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或者叫意愿 但是它不符合立即可出售的 划分条件 也就无法定为持有代售 再来一个 F经营范围发生改变 打算把D生产线全套卖掉 F上有一批积压的 没有完成的客户订单 第一种情形 如果F决定在卖生产线的同时 把这个订单一块卖了 那它属于可立即出售 由于在出售日 移交未完成的客户订单 不会影响到生产线的转让时间 可以认定此生产线 符合立即可出售条件 第二 如果F打算说 我把订单先干完了 我再把生产线卖给你 那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线在完成积压订单后 方可出售 那目前状况下 它做不到立即可出售 因此不符合第一个条件 就达不到可立即出售条件 没法定为持有代售 这是第一个条件 立即可出售 第二个是出售极可能发生 出售极可能发生 是企业就一项出售计划做出决议 而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预计会在一年内完成 这个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 叫建在闲上不得不发的状态 这叫立即出售的极可能发生 概率很高 这个话呢 简单说就是 协业都签了 一年内会搞定 就这种情况下 有关规定要求企业相关权力部门 或监督部门批准之后 方可出售的应该已经获得了批准 你还记得原来有一款饮料叫什么 它本身要卖给那个谁 对 叫会员果汁 要卖给可口可漏 那个的话呢 本来都贪完了 你注意啊 结果呢 中途商务部说了 这叫违反反垄斗法 结果就没有被同意 没被同意的话呢 这就属于没达到这个标准 没达这个标准的话 你没法达到持有代售条件 企业出售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的决议 一般要经过相关的管理层 做出决定 如果有关规定要求相关权力机构 或者监督部门批准后 方可出售 已经获得了相关批准 第二个 企业已经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确定的承诺 是指企业跟其他方签订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购买协议 这个协议包含了 交易价格 时间 以及足够严厉的违约措施 使得协议出现重大调整或撤销的可能性极小 这就说不可能往回撤 第三个 预计将自华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起一年以内出售 能够正式完成 这就说明它是未来一年内 这事就办成了 这事给了几个条件 这算是给了这么一些认定的尺度和标准 这儿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说的是什么呀 等会儿我们稍微的往回找补一下 现在说的是什么情况下符合持有代售 来重复一件 可立即出售一个 第二个叫什么 极可能发生一个 当这两条同时必被认定为持有代售 但是有一些特例就这个 延长一年的例外条款 有些情况下 由于发生企业根本没法左右的原因 导致我一年内搞不定 咱怎么办 听着 这样写 如果它的交易涉及到是关联邦 不允许放松一年的宽限条件 如果不是关联邦交易 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 企业仍然承诺要卖掉它 允许放宽一年的限制条件 可以继续把它定为持有代售 比如说 像有一些特殊原因 特殊原因 比方说由于什么 突然的这种自然灾害 或者是突然的这种 什么官方的一些其他的措施 我们根本都左右不了 我们是被动的接受 这种情况下 可能让咱们说的 什么一年内搞定这事 办不成 要延个半年 或者延个三月 这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 你必须是非关联邦交易才可以 而且是不可控的因素造成 啥叫不可控 第一个 意外设定条件 在初始对非流动私产 处置组分类时 能够满足为持有代售的 所有的相关条件 但是此后 买方或者是其他方 提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条件 使得我们企业 已经采取措施 应对这些条件 但是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让你的满足条件里面 做不到一年内完成销售的 这种最终结果 这个时候的话可以延长 而且仍然定为持有代售 比如像这个地方 企业E计划将整套钢铁生产的厂房设备 卖给F 他俩没有关联邦关系 双方在9月16号都签了转让合同 因为这个厂区的排污系统出现了缺陷 对周边环境造成了污染 这种情况下先看第一个情形 企业E不知道污染情况 到了11月6号 F对生产厂房设备检查时发现了污染 要求E 你说你赶紧补救 补救完之后我再买 E的话呢 已经着手采取的措施 估计会拖到18年10月底 污染会得到解决成功救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签合同前 谁都不知道这个事 这属于一种例外事件 那么在11月6号发现之后 双方赶紧的话呢 针对这个事来商量 说这个E的话呢 我们在未来的话的一年内 我会把这个消除 消除这个隐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它比原来预想的是超过一年了 但是仍然定位持有待手 第二个 这个E知道污染情况 里面有负贷条款 说我这个的确有污染 然后呢 承诺会在17年10月1号起 开展清雾工作 将会持续8个月 那么在这呢 买卖商方已经签了协议 但是污染在整治之前 你当前状况下 没法做到可立即出售 不符合持有待手 你像这个的话呢 属于无法做到立即可出售 第三个是 一知晓情况 协议中明确标明 我们这个意不管 反正我们这个价钱里面 我给你便宜一些 卖你这么便宜 就是因为污染你来负责 你像这个的话呢 完全可以定位持有待手 因为我们不管 是卖方不承担轻无责任 这个责任本身是我们当初谈价钱时 为什么这么便宜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吗 像这种情况下符合持有待手条件 这算咱们说的什么呀 这个延期的意外的第一个 叫意外设定条件的一些不可控 造成的一些原因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二个叫罕见情况 发生罕见情况 比方说不可抗力 或者宏观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导致的 导致持有待手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 没法做到一年内完成出售 那么在最初一年内 已经针对此情况 采取了必要措施 重新满足了确定条件的 是可以认定为持有待手的 像这个 A打算把一个写字楼卖掉 结果呢 跟B签了一个转让协议 预计在十个月内 把它给让出去 假设该写字楼在签订协议当天 符合持有待手条件 结果出现了金融危机 市场状况严重压化 房产大跌 B的话认为原协议价格过高 打算放弃 并在9月21号按照协议 交了委员金 就这买卖就撤了 A的话呢 考虑到当前的状况降低了报价 然后急急往外接着去往外推 到11号和C 重新签订了房产转让合同 将会在9个月内完成转让 AB没有关联方关系 这个的话呢 仍然可以定为持有待手 就是AB之间 没在一年内搞定 是因为市场环境的恶化造成的 那么在这的话呢 我们赶紧重新部署 重新签一个新的协议 把它再卖给另外一家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依然可以定为 或者继续可以定为持有待手 不需要终止确定持有待手 不再符合持有待手 划分条件的情况怎么办 持有待手的非流动私产处置组 不再继续满足持有待手 应当不能定为持有待手 这话说的就跟没说一样 部分私产负债 从持有待手的处置组里面移除后 如果处置组里面的 剩余资产负债 新组成的处置组 仍然满足持有待手 那就应该定为持有待手 否则的话呢 应该划为常规资产 而不能再定为持有待手 它是这样的 有的这个处置组的话呢 某些部分 它由于移除了 或者说是把它减少了 使得剩下的话呢 达不到持有待手 那就要停止确认持有待手 如果说呢 剩下的部分依然叫持有待手 那就接下来按持有待手来处理就可以 像刚才这个例子 A的话呢 尽管降低了卖价 没人买 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再定为持有待手了 应该恢复成固定私产 或者叫投资性房地产 再看第二 某些特定持有待手类别的一些具体的应用 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私产或处置组 对于企业专为转售而新取得的非流动私产或处置组 如果在取得日满足将来一年内完成规定条件 而且短期就三个月内很可能满足华定位持有待手类别的一些其他条件 这个应该在取得时直接去定位持有待手 这啥意思 我们买了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买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卖出去 那就说专为倒卖而持有的非流动私产或处置组 这个上来就要定位持有待手 这里面的条件包括谁 还有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 在当前状况下可立即买掉 第二个 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做出决议 而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第三 有关规定要求企业相关权利机构或监督部门批准后方可出售的 已经获得相关批准 这是咱们聊的这个解释的专为出售 而取得的非流动私产处置组的一个规定 这个我需要再强调一下 你买一个房子或买一个设备 你本身不是要自己用 而是直接为倒卖的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我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倒 而且我会在一年之内倒掉它 这个时候的话 又符合其他相关条件就这个 这个时候的话 我买它的当时 我上来就给它启门叫持有代售 我就别给它启门叫固定私产无形私产了 懂我的意思吗 下面我们讲解有关 长期股权投资的持有代售的相关原则规定 这个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因为长期股权投资 它跟合并报表经常在一块搭班出来 那这个持有代售的话 一旦掺进去 这事就变得比较复杂一些 我们先看第一个 因减资导致对子公司丧失控制权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数字 待会咱们就着这个数往下说 比方说 A公司持有B80%的股份 A持有B80% 那肯定得是控制 母子公司关系 结果呢 在这儿 签了个协议 打算出售 百分之五十 那出售百分之五十之后 将会余百分之三十 我问你 这儿打算出售八分之五 就是打算出售百分之五十 余百分之三十 你肯定一旦这事要是长了 你这就丧失控制权了 因为你百分之三十 是没法达到控制的 一般来讲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看他的文字版 因减资导致 对子公司控制权的丧失 就这种情况 无论企业是否保留 非控制的权性投资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要么就是卖一半 卖一部分 要么就是全卖 像刚才这个是卖一部分 它还有可能保留一些剩下的权性投资 应当在逆出售的 对子公司投资满足持有代售的划分条件时 就在这儿 如果在这儿呢 就已经够了持有代售的相关条件的认定 在这种情况下 母公司的个别报表 就是A的个别报表里面 应该把对子公司B的80%的整体投资都定为持有代售 而不是你打算卖走的这八分之五定为持有代售 你听懂什么意思没有 就是我持有它80% 然后我卖的是一部分 我没有全卖掉 但是卖掉这部分之后 我就丧失了对它的控制权 这是个事实 但问题是还没卖的 只是逆卖 我们假定在这儿 它达到了持有代售的条件 那么从这天开始 我A公司应该把对B的80%的股份持有整体定为持有代售 而不是只就我卖走的50%定为持有代售 这点够清楚 来 再读一遍 无论企业是否保留剩下的权性投资 应当在逆出售的对子公司投资满足持有代售类别划算条件时 母公司个别报表中 应该把对子公司80%的投资整体定为持有代售 而不是仅就50%部分 懂我的意思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合并报表里面 应该把子公司的所有的资产 所有的负债定为持有代售 而不是仅就卖走的 就是打算卖走的那50%的对应资产负债定为持有代售 这句话的意思 拿到这个题的例子上 就是说 你既然打算把50%卖走 而且它符合持有代售的定位 那么在年底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年底你编那个合并资产负债表 你得把B的所有的资产负债定为持有代售 而不是仅就你卖走的50%的那部分对应的资产负债定为持有代售 就整体都要定为持有代售 第三 无论对子公司投资是否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企业应该始终按照合并报表的规则来确定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 这个意思是说不管你是打算卖走8分之五还是全卖走 在正式卖走之前 它该编的合并报表按正常的标准你去编它就行 走 那你卖掉对子公司投资后剩下的股份有这么一种可能 如果卖掉之后对被投资方达到的是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来来来 就是刚才那个图 你看你刚开始是不是占80% 占80%肯定是母公司对子公司长途承管法核算 个别报表 然后你这咔卖走了8分之五 余下来30% 后头这30%应该到不了控制 但是怎么着 共同控制还是有可能的 重大影响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的话后续叫重大影响 或者叫共同控制 总之后边得用权益法 就是假如是真卖走了 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对卖走的8分之五按成本法做长途处置核算 那余下的8分之三应该后续按权益法核算 后续按权益法核算 那你前边那个8分之三部分 你可是成本法过来的 你得在这干嘛呢 得做一个叫成本法追溯权益法 这个是咱以前讲过的 这不像新东西啊 这跟持有代售其实也连不得一块去 来看这 如果说呢 卖了之后 剩下的股份具备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 在编制个别报表时 应该按照长头准则中 有关成本法转权益法的规定来处理 这就刚才说的成本追权益嘛 合并报表的话呢 在这应该是视为它丧失控制权 要编制一个合并报表的相关规定 这个问题以后再详细说 这还是合并报表的一个难点 也算是个重点 猪快喜欢考这些特别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是个重点 个别报表比较简单 就是追溯 如果企业对被投资方 不具有共同控制控制重大影响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核算 这什么意思呢 画个图 如果是这样的 说你刚开始呢 拿着它80%对不 然后你这一下卖走了70% 余下来的这10% 有一点 你连重大影响你都到不了 共同控制更甭想 在这种情况下 余下来的10%按什么资产核算 按金融资产核算 如果你按金融资产核算的话 这个在个别报表上怎么玩 在这 这咱讲过 这叫长头成本法转为金融资产 应该在这个位置 首先按八分之七的成本法先卖走 卖完之后这不剩下八分之一吗 八分之一它肯定不能叫长头了 叫金融资产对吧 叫公允资认定为金融资产 价差走投资收益 没了这是那个长头七转化里面 最简单的一个 搞定 也不用追溯啊 少事 那你这个合并报表这怎么办 合并报表的话呢 也有一些规定 我们以后再详细说 第三个 按照长头准则规定 对联营合营企业 部分股份全部股份定为持有代售 应当停止权益法 没定为持有代售的剩下的股份 在定为持有代售这部分卖掉之前 还按权益法核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再举个例子 看这儿 比方说我这次拿着币的股份 不是百分之八 只有百分之五十 你这就占百分之五十 这应该算什么级别 共同控制 或者叫重大影响 但一般的话 怎么着 百分之五十 应该算共同控制的 按权益法核算 对吧 然后在这儿说逆卖掉 逆卖多少 逆卖掉百分之四十 如果逆卖掉百分之四十 就是说将来要剩的是百分之十 在这儿符合持有代售条件 你可咋整 读一下 说这种情况下 对联营合营投资 部分全部定为持有代售 那么应该全部停止 还是部分停止 首先是停止权益法核算 就是对定为持有代售这一部分 你不是打算卖百分之四十吗 百分之四十定为持有代售 百分之四十部分定为持有代售 请注意 百分之四十部分定为持有代售 它就停止权益法了 那你还有百分之十呢 对于没定为持有代售呢 剩的百分之十怎么办 在定为持有代售这一波卖之前 人家还按权益法算 那就说鱼的那个百分之十 依然用什么法 权益法 用到什么时候为止 用到这百分之四十 真正卖的那天为止 它真正卖那天 剩下的百分之十 应该叫权益法转金融资产核算 那是咱们前面讲的 长途的需转换的一个 来再读一遍 按照长途准则规定 对联营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全部部分分类为持有代售的 那就是全卖或者卖一部分的 应当停止权益法 就说定为持有代售这部分是 停止权益法 那么没有定为持有代售的 剩下的比方说像刚才这个百分之十 应该在华范围持有代售 那部分权益性投资 在正式卖之前 还按权益法算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事 这个事和刚才那个母子公司 那个明显不是一个路子 母子公司那个的话呢 就算你卖的是一部分 那么整体都要定为持有代售 你看这个不一样的 哪呢 这儿 这儿 你看这个 这个是 甭管你是卖一部分 还是全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定位持有代售的话是整体整体整体定位 不是说只部分定位 但是这个权益法的话呢 是部分定位 没发现吗 不一样 差别很大啊 看一个例子 企业集团G 打算卖掉部分长头 符合持有代售的条件 第一种情况 我持有子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 我打算卖掉全部 这个简单 企业集团G 应该在母公司个别报表里面 把拥有的子公司 全部股份定位持有代售 合并报表里面 把子公司所有的资产负债定位 持有代售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最简单的那一 企业集团G 拥有子公司百分之百 打算卖百分之五 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五的话呢 应该算重大影响 但是肯定是丧失控制权的 这种情况下 应该在母公司的个别报表里面 把拥有的子公司的整体股份 定为持有代售 合并报表里面 把子公司的所有私产负债 定为持有代售 虽然这个只卖百分之五十五 但是整体全部定为持有代售 第三个情形 且集团G拥有子公司百分之百 打算卖掉百分之二十五 剩下的话还有控制权 这个咱们刚才倒没说到 正好拿它打个不定 咱们前面聊的是丧失控制权 这个是还有控制权 由于集团G依然有控制权 那么这个长头并不是主要通过出售而非 持续使用或者叫持有收回其账面 因此它不应该把逆处置的部分 定为持有代售 你看这些事就不定持有代售了 它定为持有代售 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认定条件 就是你真正想通过卖它来收回大部分投资的 才能定为持有代售 如果说呢 你持有百分之百 你卖了25% 你还剩75% 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投资百分之百 并不是说大部分通过持有代售 来完成它的收回投资 相当于控制权没有真正转移 它的资金的大部分 并没有以出售的方式来收回 这个时候它不能定为持有代售 那就说25%也不能定为持有代售 因为它不符合 通过出售来收回大部分价值的一个本质 这个呢比较特殊啊 咱相当于这么一讲过这个 第四个 企业集团G拥有子公司55% 打算卖6%丧失控制权 这个和刚才那个谁 百分之百卖55%丧失控制权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有重大影响力啊 跟情形二一样 那就说集团G应该在母公司的 个别报表里面把拥有的子公司 55%的股份定为持有代售 合并报备里面把子公司的所有的 私产负债定为持有代售 情形五 集团G拥有合影企业 35%的股份 我打算卖30% 剩下的5%应该连重大影响就到不了 这个连重大影响到不了 那就说不能叫长头了 它应该叫金融私产的 这个时候集团G应该把打算卖掉的 30%的股份定为持有代售 不再按照权益法后续核算 但剩下的5%在你正常的30%卖之前 还按权益法算 等卖完之后再按长头的权益法 转金融私产正常核算就可以了 情形六 集团G拥有合影企业50%的股份 打算卖35% 剩下的15% 达不到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那和情形五是基本一样的 集团打算把35%卖的这部分 定为持有代售 不再按权益法算 那么剩下的15% 在35%正式卖之前 还按权益法算 那一旦卖了之后呢 还是权益法 转金融私产的原则来合算 说它难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但是这个点呢比较热闹 来我们看一下 20年的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 假公司打算出售 持有部分长期股权投资 逆出售的部分 满足持有代售 问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剩下的谁还按权益法算 第一个 持有40%的联益企业股份 打算卖30% 那就说30%定为持有代售 剩下的10% 注意 剩下的10% 在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还按权益法算 等到30%真正卖了之后 才停止权益法 转为什么呢 长头权益法 转金融私产 这个是 因为他这个问的是 谁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后头还按权益法算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 百分之百 子公司百分之百 剩下的话呢 卖90% 余下的是10% 这个呢 肯定是 到不了中党印象 这个从定为持有代售 应该是 整体定为持有代售 跟权益法 根本搭不上的 假公司持有 合营企业 50% 卖了45% 剩下的5% 肯定是 到不了中党印象 但是从45% 定为持有代售的那天 余下的那部分 还按权益法算 等到45% 真正卖的那天 才转为金融私产 这个是 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剩下的 还按权益法算 这是其中一个 最后一个 百分之百 卖了60% 剩40% 丧失控制权 具别重党印象 这个本身 你就和权益法的话呢 搭不上 因为它是 丧失控制权 从定为持有代售的那天开始 整体定为持有代售 不按权益法算 它卖了之后 才改成权益法 但它问的是 谁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还按权益法算 那就是A跟C啊 再看第三个 逆结束使用 而非出售的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可能由于种种原因 而结束使用 而且企业并不会把它给卖掉 或者说呢 仅获取其残值 比如说呢 因使用 至经济寿命终了 把它报废 因技术进步 而把它淘汰 或者转产 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由于对该 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的使用 几乎贯穿起 整个经济寿命周期 它的账面价值 不是通过卖来收回的 而是通过正常使用的 折旧损耗来收回的 因此它已经丧失了 定为持有代售的利率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它已经所生无几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 它没有资格定为持有代售 那有资格定为持有代售的 应该是还有一些 相当价值的才可以 因为从持有代售的 类别的设定来看 必须是通过出售 来收回其大部分价值 才有资格定为持有代售 再来 对于暂时停止使用的 非流动资产 不应当认为其逆结束使用 也不应当定为持有代售 这种有的时候 由于积极性造成的停工啊 或者说是由于经济不景气 对某些产业停产 这块的话呢 闲下来了 它和持有代售 根本都不是一个定位 比方说某纺织企业 H有一条生产某类布料的生产线 后来这个布料的销量锐减 企业打算呢 散停 散停的话呢 定期维护 等到市场回转再去生产 这种情况下 它属于散停 这个和打算卖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散停 散停 都没有 散停 散停 散停